眼前这一位戴着黑光眼镜充满活力的少女 是伊朗当地高人气16岁YouTuber伊斯梅扎德 她平常喜爱PO一些唱歌跳舞影片 但粉丝再也看不到她了 她在参加完反投军示威后遭到当局晋升 但实际却是被消失 国际特赦组织指网红少女 已经遭到道德警察殴打致死 随后官方却公布消息指出少女是罪楼而死 另一名16岁少女莎卡拉米也出现相同答案 为了反制伊朗政府越来越多国家出面 比利时国会议员和外交部长直接在国会上剪头发 智利民众则是用胶带封住自己的嘴巴 并秀出手上禁止更多谋杀的字样 还有艺术家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喷泉七成鲜血红色 加拿大也出面宣布新一轮制裁 尽管遭到各国制裁 伊朗当局周五宣布爱米尼的死因 并非遭到道德警察打死 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潜在病情发作 死于脑部缺氧引起的多重器官衰竭 但随着伊朗国内有越来越多示威者离奇死亡 这场反政府反投金的抗争 只会继续少下去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